主料,带4个,低筋面粉10克,玉米淀粉12克,五味植物油32克,水32克,细砂糖24克,细砂糖24克,辅料,柠檬汁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-2小时,鸡蛋用分拌细把黄白分离,加入24克细砂糖,搅拌均匀,肉煎水,油加入蛋黄中,搅拌均匀, 加入过山后的粉类,拌均匀和预热烤箱,蛋白加入柠檬汁或白醋,用电动打蛋器低速打至其粗泡,分三次加入48克细砂糖,打至蛋白变硬,能拉出短小直律的煎酱即可 三分之一的蛋白加入至搅拌好的蛋黄糊中,用刮刀捞起底部的面糊,从下网上翻拌至均匀,然后将蛋黄糊到回剩下的蛋白中翻拌均匀,倒入模具,在桌子上震几次,把内部的大炮震出来,抹平表面,入烤箱下层,150度烤45分钟, 根据自家烤箱决定,烤完后,立即打开烤箱,将模具拿出,离地是厘米落下,然后立即翻转模具开口朝下,放在烤架上至冷却后脱膜,娃娃用酒精消毒,包上保鲜膜,蛋糕叠起来,中间出一个洞,把娃娃插进蛋糕里,切割出裙子形状,底下的戚风分割成两片,抹上奶油,用水果就更好了, 再叠起来,可以随意分几层,均匀的给裙子抹上打发好的大奶油,刻画出大概一样绘画的群体造型,表上花就可以了,烹饪技巧,这次我做的是迷糊娃娃,迷你八笔板,用的八寸戚风,做的两个六寸戚风,分别倒在两个六寸模具里的,所以一个高一个低,没打平均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 这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